來,端木子,你開麥? 哇,有女生耶 真的 哈囉 嘿,聽到,來,乖寶訪問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是新疆人,33歲 新疆妹子,新疆妹子,你好 好,來,端木妹子,你想說什麼? 剛才那個羅妮我覺得講的挺好的 然後我就想補充一下吧 剛才講的那個就是孫子的那個醫生 那個電影我看過 其實,就像她所說的樣 其實這個,那個姓高的那個女孩 她就是內心,從小就是有那種缺失認同,缺失關注 就像那個電影,那個內部電影裡面那個女主角一樣 其實她給人的愛的那種感覺就是很真摯 但是非常的沉重 所以跟她在一起的人就會想逃,你知道吧 就是這種內心有缺失的女性 就是她在兩性關係裡面,或者走入婚姻裡面以後 她會給另一方吧 就是她的另一個,就是那個,怎麼說呢 然後另一半會給一種無形的一種壓力 就是因為她內心缺失了那份愛以後 她希望從這個人的身上去把它彌補回來 那其實還有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這個人的身上 時間長了以後,那一半就會覺得壓力很大很大 其實我是能非常非常理解的 因為我從小也是擔心家庭長大的嘛 也是利益家庭的 所以我也比較能夠理解她這種,就是性格上的缺失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談戀愛呢? 談戀愛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不斷地完善自己 讓自己成長,內心成長 其實我每個人都說要愛自己,愛自己 那怎麼樣去愛自己? 愛自己其實就是關注自己內心成長 而不是說我今天我去給自己買了個包包 或者買了個漂亮的衣服 其實那不是真正的愛自己 愛自己就是你時刻關注自己內心是否成熟 一直在成長 如果說有一天,也就是你的內心成長得比較成熟的時候 你才有能力去愛別人 你才知道怎麼樣給別人一份比較舒適的一個愛 而不是一個非常壓力的一種愛 像這個女生呢,她就是性高的這個女孩 她就是高駕魚 而且我覺得她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一個人成熟不成熟 不是看她的年齡,也不是看她的學歷 就是看她自己個人成長的問題 就是內心成長的問題 如果說像她就像前面第一位好朋友說的那句話一樣 她就覺得她想不通為什麼 像她這麼四十幾歲了,學歷也挺高的了 其實也經歷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她不去總結 我為什麼之前會失敗 就比如說我們談戀愛了以後 之前失敗了 如果說你失敗了只是失敗了 你不去想為什麼去失敗的話 那你可能一直是在重複之前不斷的錯誤 對 所以我說談戀愛是一個讓人成長的一個過程 也是也能讓自己看到就是 你可能平時看不到自己內心缺失的時候 因為你只有在親戚關係之中 你才能暴露自己內心隱藏很深處那個缺失 平時你跟朋友相處可能還察覺不到 但是你跟你自己的愛人相處 你覺得這是我想說的 你跟自己愛人相處 就是談戀愛的時候 你才能夠發覺到你個性上的缺失 然後你再去完善它 對 所以我覺得好的愛情是 你看到這個什麼是愛 我覺得愛就是 人家說愛要付出那付出什麼 我覺得愛就是付出自己的經驗和知識 就比如說我愛上了一個女孩 或者我愛上了一個男生 然後我發現她自己內心不成熟 而且她確實有那種想要成長 就是比如說她遇到了個比較困惑的事情 她想要往外爬 但是她不知道怎麼爬 這個時候你可以通過自己的經驗和知識 告訴她怎麼樣爬出來 她有成長性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種愛 而不是說只是物質上那種 心事上和心理上的成長我覺得比外在的要重要 因為畢竟我覺得一個人的 人生還是要靠自己的 嗯 我是這麼覺得 就是你在乎的是交往的對象 他有沒有想要讓自己變得更好的那種心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對對對 是的 讓彼此我覺得是這樣 我有啊 我 他有啊 但是你 我有啊 我覺得 我覺得 可以問你單身嗎 沒有 沒事 我說我有啦 我是有這種心態的 我是跟所有 所有那個 那個全 全球 全球的華人講 我有 我是這種心態的啊 好來 單目你說 你要當中說什麼 單目單身嗎 捷克雖然我跟你就是 說不多 他不理我 他不理我 沒有我想跟捷克說兩句嗎 好好好 我就是 雖然我跟你接觸不多 聊的也不多 私下聊的也不多 就是我看你的節目啊 你的一些表達啊 我覺得其實 你內心還是一個 有一個長不大的大男孩在裡面 所以你一直都沒有結婚 我是這麼覺得 我有個長不大的大男孩在心裡 一直都沒有什麼 有一個長不大的大男孩一直在我心裡 所以我都沒有結婚 結婚喔 但是你可能最近可能有一點點的動搖 我是這麼覺得啊 不一定準確我只是感覺 你是說大男孩長大了那種動搖還是怎麼樣動搖 是想結婚的動搖 你就是你可能有的時候你畢竟到了這個年紀嗎 你可能也會賞本地下來 你也會賞的 會啊 怎麼會想呢 我會想啊 我要想啊 那結婚前要先有個對象嗎 真的是 沒有對象怎麼結婚 是左手跟右手結婚嗎 不行嗎 先有對象嗎 好不好 所以我不是結不結婚的問題 是要先找個對象好不好 那他才能成為那個結婚的可能性了 好了那個 對 好 還有之前那個人說 他說大陸女生就是眼光很高 是這樣的 對 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 其實他們一樣的 有些感覺看起來眼光很高 其實他們還是挺蠢的有些 因為我見過很多這樣的 只是他們的要求的條件太高了 你知道嗎 不就很高 就很高啊 不是 我這一點其實我以前 前面有那個群裡的人說我是女權 其實這點我特別想批評就是 大陸的有些女生 我不說全部啊 就是 他們好像就是要求男性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給男性壓力太大了 真的 其實你要求男性 條件太高的時候 你先看看自己何德何能 我覺得人之間 你要是先認清自己 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你才能匹配到什麼樣層次的人 對不對 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怎麼那麼懂事 真的 那所以 所以你也同意 你也同意大陸 有些女生真的 要求太高 對 我見過很多感覺要求很高的女生 結果他們就是被渣男騙了 其實他們也是沒有一個獨立的三觀的 其實我說 所以我說一個女生 要建立一個獨立的三觀 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對這個社會的看法 對這個社會的看法 感情觀生活觀 有個比較健全的人格的話 你是不容易被渣男騙的 嗯嗯 因為你一切 啊 都有 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了 一切都有自己的準則了 一切都有自己的原則了 所以你也不太容易被渣男騙 嗯 這是我的理解啊 所以勸勸各位女性眼光不要那麼高 是不是啊 對 我覺得你要因為人不是完美的 你不可能要求你的伴侶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要求那麼多 那你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了 你肯定給有別人接受不了的地方 對不對 嗯 如果說大家都要求很高的話 那永遠都找不到對象呢 嗯嗯嗯 是的 沒錯 對啊 哪有每個男的那麼厲害 對不對 不要要求那麼高吧 各位女性啊 對我 其實我 我在意的最主要是喜歡不喜歡 其他的都還好 嗯 就是你遇到一個真的兩親相約的人 是比較難的一件事情 是啊 是啊 好 同意 OK 各位男性都同意 OK 謝謝 謝謝這個端木子 那個妹子 謝謝謝謝 嗯 好的好的 拜拜 拜拜 好棒好棒 端木子妹子 講到各位男 好棒 對 講到各位男生的心理了 真的 真的好棒好棒 我做了筆記 你是做什麼筆記 叫女生要求不要太考慮 為了自我成長 發現自己不成熟的那一面更真成熟 所以我要找一個人交往 欸 好啊 加油 嗯 還有各位女性 要求不要那麼高好不好 要求不要那麼高 好不好 這個男男男生都仇死了 我說發仇的仇了喔 好來 那個 我來謝謝這一旺 YT的斗內 這一旺 端木管理員說話大學的 話說大學的時候 樓下 端木管理員 然後他拍手拍手拍手 最旺是拍手 話說大學的時候 樓下宿舍有個叫端木慶雲的 每天他包過來 名字在小黑板上 看著就覺得他一定是世外高手 父姓就是玄幻霸氣 端木是父姓喔 端木喔 端木是父姓 欸 對對對 孔子 孔子是不是有個地址叫端木啊 端木什麼的 我想起來了 孔子哪一個地址姓端木的 欸 可惡 捷克雖然有文化 但文化不夠 好忘記了 來 那個 端木是吧 子貢啊 對 子貢就姓端木 子貢是沒錯 棒棒棒棒棒棒棒 乖寶好厲害 乖寶好厲害 還是你偷偷在 查網路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聽到鍵盤聲嗎 很醜雞 乖寶好棒喔 對端木端木那個 沒錯 子貢子貢 嗯 對 好好好那個 欸來 那個J1 想想高前男友 其貌不揚 土土胖胖的 但從大學一直到快40 談了20年再分手 對方馬上結婚生子 所以高估計想換高帥的文青 來證明自己不是感情書家吧 也有可能 對 也有可能 他就是 下一個就想要教帥哥 而女生都喜歡帥哥 所以他可能教 教了一個不帥的 然後就覺得下一個一定要帥 可能是這樣喔 像我 像我就是 我的 我的 要求都一直是很一貫的喔 從18歲到48歲都會變這樣 來